好 帶您繼續關心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大火香驗結果出爐 其中七個人因為火災濃煙嗆死 有一位癌磨的病患則是自然死亡 另外一個人目前沒有辦法確定死亡原因 還要進行復驗 火災死傷人數從九個人降為八個人 火調科進行調查的時候 五樓一度又竄出火煙 狀況緊張 火場救援畫面也首度曝光 當時颱風的風勢很強勁 涉水水柱一直被吹開 另外有民眾在高樓層受困 大救命 安泰醫院電機房熊熊烈火窜燒 10月3號救災畫面首度曝光 山頭兒的強震風吹篇救災水柱 無法精準救災 濃煙窜到隔壁低洞 有人打破窗戶拼命呼救 我要破了 我先啊 伸手不見五指 加上濃煙嗆鼻 住院四天的陳先生從十一樓往下衝 私立逃生 火調科人員隔天回到現場調查起火原因 五樓又冒出濃煙 消防人員再度撒水降溫 初步調查 起火點疑似是二樓基電室 沒有多久高溫濃煙就沿著通風管 竄入低洞大樓 五樓到十一樓斷電一片漆黑 仔細看起火機電室旁邊就是醫療用的液態氧氣儲存槽 一名死者不確定死因得要復查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自然死亡 有癌症嘛 但是沒有意外我父親也不用移動啊 水火無情 安泰醫院除了低洞封鎖近代調查之外 其他院區維持百分之六十的營運 接下來要確認火災發生原因 釐清責任歸屬 記者蘇世衛屏東報導